兩頭部 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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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歲的人會讓碰到淡淡淡 但是這群小朋友也是很高興 因為我們中山水要給家中 這是文姓中校特別在蘇家辦理的生活 去驗來自全台灣的小朋友 訪名參加 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潑到水 然後這個暑假又很熱 每個人都可以有這個樂趣 真的很爽 來自高雄 然後因為就是之前有來參加過一次 然後覺得很好玩 所以就繼續來參加 在這裡可以學到 怎麼讓自己獨立一點 就是沒有跟家人住在一起 自己出來 高雄立東來到這裡參加外島 跟其他校園睡在這裡 沒有白白白可以學校自己的生活 這也是外島的沒有第二歲 一期班就十四年 今年是小文生營第十四節 每一年初假我們頒活動 今年的主題就是愛與服務 讓小朋友也是學習怎麼樣愛別人 也是怎麼樣服務別人 我們工作人員今年有六十多位 然後都來自各個大學 以及文生中學的學弟妹 然後還有區域和平志工團的一些志工同學 由文生畢業的學生 然後分布到各大學 然後所召回來的一些同學 籌備規劃差不多兩個月左右 其中一位工作人員為高雄三四年 開始參加外島 現在是回來做工作人員 規定的準備讓他很有感想 從國中到現在大學快要升二年級了 這樣子 所以我已經參加了大概十幾年 為什麼讓我想要繼續待下去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覺得服務出去 然後我們獲得很多小朋友的歡笑也快樂 對 就是得到一種很好的成就感 無關是來參加贏隊的小朋友 也是做工做人員的好友 在過程中都學到很多 何時服務、何時服務、何時服務 何時服務 這也是贏隊多好營、熟悉的告知 比較國品才紅不得